特色是總統的選擇 但是要特色之前 請先向國人說明清楚 到底陳水扁前總統 他的相關的罪行 是不是已經承認 以及他相關的 在審理中的案件 是不是應該先做三省定驗 而不是一直特色 就可以一筆待過 我想國人要的是 真相 國人要的是事實 陳水扁前總統到目前為止 有三省定驗的案件 確實他迴拔了 但也有還在進行中的刑事案件 而如果說現在 蔡英文總統一直特色 就要把已經定驗 跟上位定驗的案件 全部一筆勾銷的話 國人沒有辦法了解真相 這也是蔡英文總統 不可迴避的責任 要特色是你的權利 過去的八年沒有特色 在最後520之前 要用你的權利到最後一天 來做特色 這是在賣人情嗎 還是這是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國人要的只是真相 讓陳水扁前總統承認他的犯行 並且把進行中審理的案件 都三神定驗有個清楚 一百個交代 要特色 再來做特色 否則的話 國人只會覺得 這根本就是天一行事 風燦傳媒 FTNN新聞網的朋友 大家好 時間過得真快 風燦傳媒已經滿一週歲了 衷心祝福 生日快樂 健康吃百里 也期許風燦傳媒 不但突破創新 善用新媒體 新力量 和國人同胞 一起迎向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工作同仁 萬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風燦傳媒誕生了 一路走來 我們無謂辛苦展現專業 讓FTNN新聞網 達成千萬瀏覽的成績 我們無謂付出展現創意 讓網路節目達成千萬人次觀看的目標 謝謝你們一路支持與陪伴 風燦傳媒 感謝由你